迈入第18届的万金石马拉松 是台湾唯一经过国际田径总会认证的赢标赛事 新北市政府在今天是召开起跑记者会 宣布2020万金石马拉松将在明年3月15号登场 从明天中午开始接受报名 众所期待的2020万金石马拉松将在明年3月15号登场 新北市政府今天召开记者会宣布 从明天中午开始接受报名之外 同时也要为这项赛事将朝向金标签的规范来迈进 那万金石从一开始18年前是一个地方型的一个马拉松竞赛 到今天变成一个国际赛事的一个提升 我们交通的维持我们医疗整个的资源 还有我们地方的支持 让我们通过了很多的验证 所以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 我们从2015年开始同标签 三年的同标签到了2018年的银标签 两年的银标签到现在变成一个所有整个国际赛事 上面的一个台湾的一个赛事的其中的一环 那我们希望让这个赛事变得更加的精彩 我们的竞争更加的激烈 我们所以我们在2020我们的目标 就是希望往金标签这个目标去迈进 所以我们尝试的今年 明年的3月15号往金标签这样的活动去申请 不论是优化比赛的道路线 还有减少组别副市长希望 为万金石马拉松迈向金标签来做准备 那当然为了这样的申请 刚刚的影片也介绍了我们在赛事做了一些调整 包括我们把路线改变 一些上坡路段把它调整为比较平坦的路段 目的就是希望让这个赛事更具有挑战性 更具有打破纪录的可能性 今年代言人李佳音则是现身会场 高兴的和大家分享 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参加这项马拉松的比赛 我这一次有点想要参加那个明明马 挑战马祖啊 然后以后如果有机会可以跑全马的话 也希望把这个机会留在万金石马拉松 万金石马拉松已经迈入第18届 是台湾唯一经过国际田径总会认证的营标赛事 然而17号在新北市政府举行报名启动记者会 市府特别提醒10月24号下午将在官网公布抽签结果 并电子邮件通知抽中名单 记者黄又贤新北市采访报道